糖果巧克力热狗手工DIY宝子们 我们今天来做点好吃的吧 小剪刀把它剪开 直接倒到这个里面去 这个是做那个热狗的那个面团 好 5克的水 好 好香啊 还得自己动手去捏它 我手是干净的 一把捏在手上 然后这样去捏 水它是够的 不要担心水不够 它马上就要成型了 好了 热狗的配已经做好了 把它卡到这个槽里面去 好 然后再来做这个巧克力 这个是热狗 给它挤出来 挤到这个槽里面 好了 够了 你看 它这个跟火腿肠一模一样的 这火腿肠比汉堡 这个还长啊 然后我们给它转移一下 转移到这边 转移到这个里面去 好了 这个先放旁边 让它硬一会儿 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 这个是做冰淇淋的 好 三号水 继续搅 好了 它有一个袋子 在这里 我已经尽量做得快一点了 这好像挤进去 就会跟奶油一样的 哎 直接给它倒进去吧 好 差不多可以了 好了 我们来组装一下吧 你看 厉不厉害 给它放在上面 哇 我觉得做得好滑 天哪 然后我再给它拧点酱 这个酱怎么这么粗啊 这酱怎么这么粗啊 我天哪 还挺不错的 还可以 还可以 然后 现在把这个剩下的 给它挤到这里面 去做一个冰淇淋 然后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挤到这个里面去 挤到这里面 感觉它好像又不够一样的 这么一坨 太少了 这么少一点点 这怎么够吃啊 还有一点巧克力 给它挤到上面来吧 哈哈哈 勺子 搓出来 你看 草莓 冰淇淋 还得是我自己 哦 也行也行 然后再给它撒一点这个 好看的这个粉 我现在这个现场已经混乱不堪了 全部都摆的是东西 然后再给它倒倒一点这个 装饰一下的 啊 也行也行嘛 好好好好好 还是好看的 哈哈哈 还能不能到 啊 多了多了多了 好好好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好了 宝字们看一下 我的热狗和冰淇淋做好了 哈哈哈 我这个热狗做的是真好看 上面淋着满满的沙拉酱 来我们拿勺子吃一下 能不能用手给它拿出来啊 看一下 热狗得拿在手上吃吧 哇哈哈哈哈 好香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它底下这个像面包一样的 这个粉它其实还很好吃了 还带一点点嚼劲呢 还喷上这个草莓巧克力酱 再喷上这个上面沙拉酱 嗯 好吃了 然后再来吃一下这个冰淇淋 看一下 还不错吧 需要少了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自己做的感觉就是很好吃的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啊